出网络,我们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,经常会看到剧中的主人公,因为一次XXOO之后就很快的怀孕了,感觉这些女主人公一碰就怀孕了。 所以,好多不明真相的人,可能觉得怀孕是非常容易的,然而,实际上怀孕其实没那么容易的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,可能也会偶尔听到一些亲朋好友,在婚后多年都不能怀孕生育的话题,这些人为了能有一个自己的宝宝,真可爱是尝试了各种方法,也不一定能实现这个梦想,最终只能选择是管婴儿或者领养。 那么为什么说怀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? 因为怀孕的过程是这样的,正常运营女性在每个月都会在几乎固定的时间内释放出一个卵子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排卵。 把排卵的这一天称之为排卵日,如果女性月经周期规律的话,排卵日一般是在下次月经周期开始的前14天左右,排卵后卵子就会在树卵馆等待因此的结合。 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精子进入的话,卵子就会在等待中慢慢的衰老,死亡。 一般情况下,卵子的生命周期只有24个小时左右,所以,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没有精子进入的话,是很难怀孕的。 另外,是否能怀孕还和精子的质量、浓度、活力等因素有关,精子在和卵子结合之前必须要经过重重考验才可以。 当精子进入体赛后,如果精子的难酸性不强,就会被阴导中的酸性分泌液以及免疫系统杀死。 虽然男性每次射出的精子有几千万个,但是真正能够到达卵子跟前的确实为数不多。 另外,就算精子游到了输卵馆的卵子跟前,如果质量不好,活力不够的话,也是无法与卵子结合的。 除了掌握排晚的时间和精子的质量以外,男女双方的情绪、压力、精神状态都会对受孕造成一定程序的影响。 所以,并不是说只要有性生活就一定会怀孕,不是一发集中。 所以,根据不同人群的体质,有的人在婚后被孕一周内就会怀孕,有的则可能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怀孕,并是被孕了多久才怀孕的。 欢迎大家留言吐槽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